今天一个最大的难民营 看到了吧 最大的难民营里头都有数万人 加沙 就是在加沙北部最大的一个难民营 叫什么一会给你们念出来 这个难民营里头都有三万人 还有一些联合国的一些救援组织 还有一些什么外国的记者都在那块 晚上你这他妈的以色列士兵 开着坦克装甲车 带甲车推土机 直接就不光泄人家 对给你炸平了 这哥们说老对了 知道行吗 把这个大型难民营给围住之后 用坦克装甲车 还有那大推土机 军用推土机给围上了 围完之后 他们就开始拿那小喇叭 用什么空头那个船单的方式 赶紧走 所以我们在 在那个你们这个难民营的中部地区 给你们留了一条通道 在一个小时之内 你们这帮人 所有人都按照这条通道 马上给我撤离 有听话的撤了 没听话的 就是没撤 回走以色列大炮 就往里光光一顿炸 目前为止说几十人死亡 但是你一瞅他炸的那个频率 那可绝对不是几十人 我跟你一点都不炸我 你们要是真能看到那种视频 你就会知道了 那得成千三万人死 广广往里炸 知道不行吗 联合国现在 再加上示威组织 严厉的谴责以色列 你谴责有什么用啊 啊兄弟吗 谴责有什么用啊 炸了就给你炸 炸完了 今天一种那个难民营 那老百姓抱着海子往外跑 滚滚炸 也不到他用的是导弹 还是什么火箭弹 还是什么别的飞弹 对就是密度 营口密度特别高 滚滚往里炸 玩的营呢 就是绷着海子的 哎呦我的妈 拽一个小背茶的东西 什么也不知道 满身全是那个水泥灰啊 哎呦这家给炸炸屁了 今天那个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再一次又说谴责了 首先我告诉你啊 对这个以色列 对加沙北部最大难民的袭击 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就是要求以色列 必须停止对加沙地区的袭击 但是没有用 他今天把这个难民干完之后 今天最有杠的国家 一共是两个 我告诉你 你们可能会觉得老国我不信 我接受你们说 你上网查 什么两个新闻呢 第一个是约旦 直接在拉法口岸 把自己的军队的野战部队 野战部队的那个医院 干到边界 以色列检查 回头他说了 我给你们国防部打电话 约旦弹长给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打电话 就今天让进不让进 我们都得进 你要让进 我们就正常进 不让我们进 我们可能就得以空投物质的方式 你看怎么办 最后以色列请示美国 美国真就同意 约旦把一个就是 那个叫战事医院 给干到这个 干到加沙北部 这个事件可挺牛逼啊 你们可能会觉得老我约旦者 这么这么这么狠啊 约旦者这么敢干 你想想行吗 约旦是第一个 往这个加沙地区 空投人道主义物质的国家 约旦是目前唯一一个 能敢就是在这个拉法口岸 约埃及边境 拉法口岸 直接把野战部队 野战医院 开到这个加沙北部的 这么个国家 回手还有谁 更狠 土耳其更他妈狠 土耳其今天集结了 一千多艘商船 看见没去了吗 不是渔船 是商船 一千多艘 来自四十多个国家 四千五百多人 知道吗 兄弟们 干啥 要直接进入到 这个叫加沙 直接就是 你不以色列把那个海洋线 给封锁了吗 他们说了 这一千多艘商船 就直接突破 以色列的封锁 你不要进 我们一往里闯 你敢干 你就是向全世界开干 你们汇集老国 他们敢往里进 明天就往里进 因为他们说了 明日就开始行动 是土耳其 土耳其号召的这些商船 而土耳其对外公布的是什么 这些行为 跟我们土耳其国家无关 都是个人组建的 看到的打看到 这个明天就好玩了 你们可能会觉得 老国怎么对 他属于正义之士 不敢进 一千多艘商船 四千五百名连船员带水手 知道我行吗 来自四十多个国家 你以为都是土耳其自己号召的吗 我说对打对来 指定是土耳其跟这些国家 搞好联盟一起干的 我们就往加沙送物质 你样不样进 不样进 我可不是一个国家 对不带武器 人家对外公布的 我们绝不带武器 我们全是救援物质 你样不样进 现在你沿着土耳其 这个媒体报道就说什么 我们指定去 但是我们指定不带 那个武器 你要是不样进 你就是纯纯违反人道主义 现在是这个事情 你们老说不敢 不敢约旦都干进去了 你看着吗 今天约旦干完之后 那叫约旦干进去之后 那个叫 是沙特是哪个国家 沙特 约旦今天把医院干进去之后 沙特直接派进去 十七个医生 再加上多少救援物质 不是沙特不哪个国家 我有点记不住了 科威特 科威特 学生们我记住了 约旦今天把战事医院 干到加沙西部之后 完事回首 这个叫 就是我才刚刚说的 叫什么科威特 科威特把医疗物质 再加上一些医生 还有一些救治的一些设施 干进去了 你们会觉得 我这不是好事吗 这绝对是好事了 以色列可以说是多多少少 并不是说以色列对外不够强硬了 多少也占点 以色列多多少少也认为 赶紧不能再与这些国家为敌了 法国是派了一艘航空母舰 法国牛逼在哪 法国是航空母舰 直接是法国用航空母舰 直接改成的战事医院 知道不行的吗 法国是航空母舰去的 说能容纳七十人七百人救治 而这个约旦是直接把医院 暂时医院 知道吗 就是军队以军义干进去的 这就好了 但是明天可就过瘾了 明天土耳其 真就把这四十多国家的这个商船 一千多艘 我不是开玩笑 你可能有的人都不信 携我扯淡 兄弟们 一千多艘船船 如果从土耳其明天出发 就直接干到以色列封锁的 这个海域 可就好玩了 你看以色列干还是不干 以色列指定得堵截 但是我告诉你兄弟们 美国百分之百得要放行 你们信里打信 我认为指定得要放行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希望这场战争 真就扩大化 美国最不希望 就这些国家团结起来干以色列 如果这个时间被以色列给拒绝了 那就相当于你把这四十多个国家的 援助物资和行为全给挡出去了 我说对打 为什么 你毕竟把一个国家炸完了 这国家现在急需水 急需这个饮料 急需食品 急需救援物资 而我们这些国家自发组织就给送救援物资 你还不想送吗 我们说了不带武器 不带燃料 你还不想进吗 通过拉法口案 他们说了 我们不能再让以色列人做主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加沙地区太需要 我们给提供的人道主义的一些生活用品了 而现在在以色列 一直他们在把控着加沙人民的这个血脉 他们认为有必要进 没有必要进 你就不让进 加沙太多人 因为缺乏物质死亡 如果这种行为继续继续这么这个这个这个繁衍下去 你是在于全世界为敌 美国今天再次给这个以色列施压了 你知道不行吗 咱们就看明天就好玩了 有些老我能吗 对 就四千万人 这个真的要四千到五千人 土耳其今天把这个消息报完之后 我就以为是小媒体报 可能扯淡 我再一查 我里面 真是个大媒体 西方国家都在说呢 明天是考验以色列 与中东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 再加上一些人道主义国家 真正实不实施军事上的对抗的一天了 就看明天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联合国给他的机会太多了 能明白啥意思不行吗 通过拉罚口岸 要你往里进 每天你批准三十辆卡车 五十辆卡车 你让进进 不让进就不进 晚上你把这个地区就封锁了 这国家就不跟你打仗 你凭什么把人国家的这个海域 就给你封锁了 我说对打对来 兄弟们 你打这个国家还行 你把他妈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质的 这个海域你都给封锁了 这帮小不干了 这帮人说那不行 这就是你的吗 你他妈这边打着人 你就得封锁 封锁这个所有国家 对这个国家进送去的一些原住物质吗 你他妈算干啥的呀 所以说这回就看明天 你们会觉得如果明天能整吗 我看现在明天整的可能性不大 你看以色列这边垂着巴勒斯坦 对不对 那边打着里巴嫩 那边干着叙利亚 那边打着他们约旦 那个约旦边境的 你打这些小国家行 真正这些国家都 都他们五秋前来 你就不一定好事 所以说美国今天再次给他施压